3月2日 全球第一CEO捷克·威尔奇去世 我们如今回望2000年前后 很容易想到的是互联网枭雄争相崛起 又或者是想到科技泡沫 那一大批科技巨头市值是断崖式的下跌 而彼时在舞台的中央还站着一个 不应该被忽视的巨人 他就是通用电器CEO捷克·威尔奇 没错 20年间他让通用电器的市值提升30倍 从130亿美元上升到了4100亿美元 成为仅次于微软的第二大科技巨头 它已经成为了通用电器一个标志性的符号 如今提起这家公司 大家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大名鼎鼎的创始人艾迪生 而是这位传奇的CEO 那1981年4月在通用电器工作20年后 年仅45岁的威尔奇是成为了公司史上 最年轻的董事长和CEO 可谓是春风得意 但此时成立于1892年的通用电器 其实已经是一个89岁的高龄老者了 就像是一个步履蹒跚的一个老者一样 我们看到的是机构臃肿 拥有40.4万名员工 还有2.5万名管理者 其中130名管理人员 拥有着这种副总裁或者是更高的铜鞋 那从威尔奇到工厂 这个期间就隔着12层的一个层级了 所以说是相当的臃肿的一个机构了 其实在1960年 威尔奇刚加入通用电器的时候 就接到一项任务 主要创造一个制造PPO的示范场地和工厂 威尔奇费尽了心血 在一年后建起了工厂 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但是公司只是按照标准 给他加了1000美元的一个小奖励 这样他就非常失望 因为无论表现得好坏 所有人都会得到同样的加薪 大锅饭了 他艳恨这家公司僵化的体制 准备辞职转投其他地方 后来部门的负责人 足足花了4个小时 才劝说威尔奇留下 并且答应说 我给你加多一点 加更多的工资 20年后一上任 他就开始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他首先要给这个巨人瘦身 为了提高他的这种行政效率 他将公司的层级是压缩了一半 在5年的时间里 大约1 4的员工是离开了通用电器 这种强硬的作风 让他落下了一个中子弹捷克的名号 那1982年年中的时候 新闻中刊就成了第一个 公开使用中子弹捷克这个绰号的出版物 就是暗讽威尔奇是一个 一边解雇员工 一边盖宾馆大楼的家伙 日后他在自传中 为此举做出了辩解 我们的钱被留给了我们 一个财务状况良好的公司 因此我们能够以更慷慨 更人性的方式 对待那些必须离开的人 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 在当时并没有感觉到这一点 对我们的雇员 我们尽早通知 并给予了封优厚的离职金 而且我们的良好信誉 对他们找到新的工作 也是有很大的帮助 那威尔奇不仅是整顿了企业的风气 还重塑了通用电器的业务架构 1983年 他为了给妻子解释公司的远景 就在这个餐巾纸上是画了三个圈 这三个圈的内容就包括了核心生产 技术以及服务 他说所有没有包括在这个三个圈里的业务 我们都要整顿 出售或者是关闭 于是像是中央空调 家用电器 电视机 音响设备以及半导体等等 一大堆的业务都难逃厄运 整顿的效果立竿见影 一年之后 虽然通用电器营收只增长了1% 利润却增长了11% 在它的领导之下 传统制造业的比重不断地下降 服务业不断地上升 其中金融业务一度贡献了高达50%的利润 为了让旗下的业务保持竞争力 维尔奇提出了数一数二的战略 他将350个经营单位 剪裁合并为13个事业部 让他们自负盈亏 并且设立了一个硬性的目标 就只能做到全世界前两名的业务 那你才能留下 不然的话你就要被砍掉了 就是这样的一个目标 那1990年他还拍板 将电视机业务是卖给了汤姆逊 交换对方的医疗事务部 当时电视机业务有着非常广阔的市场 但是没有做到前两名 而医疗业务增长空间巨大 日后通用电器果真成为了 医疗设备行业的霸主 在员工的管理上 威尔奇非常重视 优秀人才的选拔和激励 他认为领导者的工作 就是每天把全世界各地 最优秀的人才朗到南中 那最好的员工 应该马上得到激励或者是晋升 最差的就必须马上走人 为要让这个体型庞大的巨头高效运作 1996年他引入了摩托罗拉首创的 六锡格马管理方法 并将其发扬光大 那么这套法则就是强调 杠目标的和流程管理 从而来提升产品质量 如果一个企业想要达到六锡格马标准 那么它的出错率就不能超过3.4% 这是极为出色的水平 于是他要求所有的管理者 对这套法则身体力行 并纳入年终奖的考核 两年之后通用电器的营收 利润和美股收益 全部都实现了10%以上的增长 到了2001年9月 威尔奇也可以说是工程升退 执掌通用电器20年间 他让公司市值从130亿美元 上升到4800亿美元 从全球第十晋升到全球第二 仅次于微软 并一度登上了榜首 营收也是从250亿美元 上升到1400亿美元 利润就由15亿美元 上升到了127亿美元 公司旗下的12个事业部当中 有9个单算 都能够在财富500强当中 让他们收获了这种500强的名誉 那全球第一CEO的这样的名誉 也真的就是威尔奇莫属了 威尔奇把全账交给了下一任CEO之后 他就是Jeffrey伊美尔特 万万没有想到 后者在当了16年的CEO之后 通用电器的市值 就跌到了千亿美元以下 这成为了威尔奇最大的败笔 毕竟以管理技能成为 众多企业家偶像的威尔奇 恰恰认为企业当家人的首要任务 就是要寻找合适的接班人 而他在这一点上 可能做得没有那么好 那不可否认 其实伊美尔特运气不太好 上任时科技泡沫已经在破裂 美国科技股普遍大跌 而且他上任5天 又赶上了911事件 重创了美国股市 2008年又恰巧碰上了金融危机 通用电器金融业务是险些倒闭 环境虽然不同 但是必须承认的一点是 伊美尔特缺少了威尔奇 那样的远见和破例 没错 因为毕竟任何时候 你都有可能遭受到意外的事件 但是本身你要具有的这种破例 可能确实是会在特殊的时刻 带领公司继续向前走的 所以这样很多人开始质疑 威尔奇创造的传奇 是不是也埋下了什么隐患 甚至有人提出过 非常激进的观点 说威尔奇制造了通用电器泡沫 那么言下之意就是 威尔奇享受了泡沫破裂前的高光时刻 而伊美尔特替他背了黑锅 这种观点未免有苛责之嫌 但是跟比尔盖茨 挑布斯相比 杰克维尔奇的退位留下的是遗憾 因为威尔在纳德拉的手中 重新起舞 而库克让苹果的市值 达到万亿美元 而维尔奇的接班人 则是让通用电器 退出了最顶级的巨头的行列 但是无论如何 执掌通用电器 这种企业的职业经理人 其实都不简单 他们无缘从零打造这艘大船 他们驾驶着一艘 已经在浩瀚海洋中央的大船 只能给他修修补补 让他航行得更久更远 他们只能让上个时代的巨头 重获新生 而不是缔造下一个时代的 创新领袖 其实这也是威尔奇 与比尔盖茨 乔布斯的 区别所在了 这个时代的巨头 未必在未来也会成为 未来也会成为上个时代的巨头 想要你永远地站在舞台中央 哪有那么容易 所以说只有在不断地创新 和不断地自我检视当中 在适合当下机遇的环境下 做出正确的决定 这样才能带领一个企业 在任何时候 永远都处于先锋的行列 那由于时间关系 今天的财经世界先到这里 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再会